近日有小童在商場發生扶手電梯意外 舉動將西望報道 陳太一家早前一起去到商場 陳太說當時牽著2歲的兒子坐扶手電梯 其實已經感覺到那部電梯是很快速 我就更加握緊扶手梯 但已經聽到他突然在喊媽媽 害怕 原來他的腳已經開始扯下去 陳太立刻把兒子拉回來 但鞋子都已經被扯了 陳太說兒子的第二和第三隻腳趾 明顯有流血 指甲都好像脫落 而當時商場職員的態度惹來陳太不滿 除了其中一名職員不斷拍照 另一個拿救護箱前來的職員 本來想幫兒子清潔傷口 但見到這隻腳流血後 就沒有再進一步行動去處理事情 表示等醫護人員過來之後 他就不見了 覺得他們很冷漠 因為首先我現場的時候 很多有心人去幫小朋友去 抹眼淚 吵這些事 但商場關心一句話怎樣也好 但就真的沒有